李老闆 嗯 坐坐坐 怎么了 气色不好 跟谁怄气呢 是不是纳尔逊又训你了 纳尔逊 乐都来不及呢 是高钱盛 他来渔州了 他来渔州 没什么好事 李老闆 你们俩 别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再把我当猴耍 我可不干 有什么好事 人家是来找我麻烦的 这高先生他 算了算 我不跟你说这事 对了 唐老板 咱们俩这银票的事 忙活了快半年了吧 是时候 找徐九龄算账了吧 我说 你该动动了吧 动 这么动 大动还是小动 当然是大动 通知大谷和庆丰的所有商号 从现在开始 拒收兴隆的银票 造成全面挤兑 我要给兴隆来一个空心拳 空心拳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一拳砸下去 就把兴隆这条破船砸到江底 让他永远浮不出水面 没错 对了 这事呢 我给显示长已经说过了 他答应咱们 助咱们一臂之力 老兄啊 没看出来 这回你玩的是大手笔呀 由显示长撑腰 这次他心龙准得完蛋 伤害成福 这你争我斗的几十年 这次机会不错呀 一定要抓住他 一定要马到成功 肯定马到成功 一醉逢休 好 我说你又喝我的曾有啊 好 好 大家不要急 不要急 我都给你们换 希望我们有钱 大家不要急 都能贵得到 我心里也有钱 有钱 不要天心好眼 我希望我们是三百年的老符号 怎么会没钱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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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不要急啊 不要急 我心龙三百年的职业 是张云狐小的 贵狐小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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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急 不要急 不要急 太可狠了 老板 你怎么来了 快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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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说我不让你来 你怎么还是来了 快来 我坐不住 快 快去吧 你看看 千万不敢让他们进来 快去 你想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 突然之间附上几队 从昨天起就这样了 大国和庆丰的所有商号 以及其他一些商号 突然都拒收银票 我明白了 圈套 圈套 没想到 星龙会败在我的手上 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快看看该怎么办吧 再这样下去是要出大事的 你说怎么办呢 清莲呢 赶紧把清莲给找来啊 我也在找他 可是不知道他去哪了 好 好 你行了 你赶紧到谷里去看看 还有多少限量 是 真的 我不要紧离掉 我要钱 趁快快买买 小心 小心 在她帐篷里边 放好了 对 对了 快 快 还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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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到家庭里边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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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刚刚我把库房的家底都搬来了 怎么办 未必 未必 我的新楼 就这样玩了 走 我要钱 向外买买 搬出去 都搬出去 到银行李老板 起工杀行唐老板 请进 老板 那 他们有了干嘛 这还要问吗 这是 匠豪大节 匠豪大节呀 他们进了 是 有请李老板 唐老板 徐老板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星龙红火得很哪 你们二位 也是来看星龙的笑话 喂 哪里哪里 星龙银号如此火爆 我们哥俩来凑凑热闹 徐老板 是这样的 我这两天呢 大股呢 也有点手紧 这上海方面需要钱 这是贵宝号的银票 我想把它换成大洋 这是四十万 请你过目 还有 我这四十万 你们 你们真是落井下石 老板 市长大人呢 老板 你先 快进贤市长 都送过去 是 二位一块请吧 陈老板 贤市长 请请请 二位请 请坐 请坐 二位请坐 星龙青庄 门庭落市 生意红火得很哪 啊 陈市长 你有所不知 我哪里不知道 我清楚得很 当初 只遵循你们发行银票五十万 只遵循你们发行银票五十万 以便环药市场方便百姓 可你们呢 哎 你们是胡作非为肆意乱发呀 如今不能兑现 叫得余主百姓人情惶惶啊 陈市长 你放心 我星龙就是倾家荡产 也要平息这个挤兑啊 那好呀 徐老板 先把我这四十万兑现了好吗 等等 还有我这四十万 你们 李老板 唐老板 看在星龙跟你们做生意多年的勤奋上 你们就不要来凑这个热闹雪上加霜了呀 哎 你们容我几天 星龙有钱 哎呦 我说徐老板 你是不是又要给我们唱空城记啊 啊 是啊 这 手的性意都已经换完了 为民的人 还是越来越多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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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龙确实是遇到难关了 你们容我再想想办法 再想想办法 再想想办法 徐老板 不是我不肯帮你 你知道 余州 那九省交通之要道 市民 因挤兑造成了风波 上面要知道了 我这无纱帽 还能保得住吗 啊 显市长 显市长 显市长不能这么说呀 我星龙对余州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历年来的财税 我们是分文不欠 不能说 星龙遭此不测 政府就能弃我于不顾啊 哎 徐老板 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死一时可不是彼一时 眼下 你姓龙造成的几堆风波 已经酿成了市民的操恋 我怎么办 哎 我怎么办 对不起了 徐老板 我只能是非常时期采取非常的手段 查封 星龙前庄 显市长 显市长 前半 显市长 这政府做得是不是太绝了 我认为星龙还有一线生机啊 徐老板 坐坐坐坐坐 李老板 有什么办法呀 我认为徐老板只要通权便达 这星龙还是可救的呀 李老板 难道你要借钱给星龙 正是 不过你们拿什么还我呢 嗯 星龙的仓库里有的是货 那都是鸭仓货 我不要 我要铜油 李老板 你什么意思呀 我呢 不想当这救命恩人 我借钱给星龙就算是股份 从此以后我就是星龙的股东了 我们联手来办星龙 这不是件好事吗 啊 什么 你 你这不是要吃掉星龙吗 哎哟 徐老板 这怎么叫吃掉呢 啊 咱们把账目查清一下 又不过户 是不是 这以后的利润 你拿大头啊 你拿六 我拿四 这 我是在帮你 是在救你呀 帮人可不能这么个帮法啊 你这帮人帮的是吃人不吐骨头 高全生 你 你怎么来了 哎 我怎么不能到这儿来 我为什么不能到这儿来 嗯 这位先生好上面熟 好像在哪见过面啊 显市长 您也在这儿 您不记得我是谁了 可是您一定记得 那时候你弄了一个什么 蒋武堂 赵省长可是亲自光临的 您知道吗 那可是我义父长城后陪同前往的 这赵省长看了这蒋武堂之后 是大为不满大发雷霆 哈 市长大人 您今天到这儿来 找我义父的 哦 哦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你看我这记性 这个 这个 常大人 敬来可好啊 对了 市长大人 这次前生来渝州 临走时 我义父长征后 专门交给我一封信 说是一定要当面交给您 一来表示谢意 二来他还特别跟赵省长说了 想保举您到省府就职 可是市长大人 您今天在这儿确实 偏听偏信 而且所逼的人 市长大人 他可是我义父长城后的姐夫 去老爸 哪里 哪里哟 常大人德告望重 连省长赵大人都理尽三分 我怎敢 我曾对常大人的姐夫无礼啊 我曾对常大人的姐夫无礼啊 这个 只是 只是事情相当的难办 本官哪 只是想从中调停调停 那好 那好 既然是调停调停 那咱们这事就 那咱们再商量商量吧 对对对 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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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们呢 都是商界总人 做生意呢 何气才能生财 挤兑也是嘛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实名闹事 由我去评定 你们慢慢谈 你们慢慢谈 我呢 还有公务的人 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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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闪市长这不都说好的 你怎么被挂了 是啊 哎呀呀 你不知道啊 那 长城厚 我得罪不起 得罪不起 得罪不起 谁让 市长大人慢走 好 那二位 还是请坐吧 前身 老板请坐 老板 老板 八年的五百吨铜油 已到马头了 八年的五百吨油 老板 是八年的油 五百吨已经到了 这 怎么样 李老板 你不是说我们兴隆没油吗 五百吨 就你这点银票 怕是不够吧 这 还有你 唐老板 您那点银票 怕是也不够用了 我 我 前生 来来 抬过来 就放在这儿 前生 现银二百万银的运到 请清点过目 不用清点了 把它全都搬到兴隆的银库 好 抬到银库 我倒是要看看 我们兴隆到底对不对的框 老板 老板 前生 是吗 我们兴隆的银库 这都不肯定了 我们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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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 人好像都是这样的 只有到现在我才明白 我是真的成为鱼丸老小 真的是跟不上 你们年轻人的步伐 就说这发行银票的失望 你们都劝过我提醒过我 可是我就是听不进去 我真成了金底之蛙 成了不可救药的人 我是愧对列祖列宗 也不配做兴隆的老板 姨父 您就不要太自责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咱们还是往前看吧 你 你坐下 高潜生啊 我也愧对你 想当初 你为了新龙被关进了大陆 我不但没有尽力去救你 相反的 我还足止七年到八年去 还千方百计的不让你们见面 可是今天 新龙遭此大祸 万万没想到是你还想着心 你不但不以冤报冤 相反的是以德报冤 你的心胸 你的德性 我徐九龄自愧不乎 自愧不乎 徐老板 您过假了 高潜生 你听我说 新龙三百年的基业今天遭此大难 是你不计前嫌 才救新龙于水火 请你 接受我徐九龄一拜 不可不可 徐老板 前生万万不可受如此大礼 不 高潜生 我不是代表我自己 我是代表 新龙的列祖列宗 我更代表新龙的今天和未来 徐老板 您老先慢慢听前生说两句 再拜不迟 你说吧 你说吧 徐老板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说实话了 前生此次出手 调动大量资金通油 为了拯救新龙 但其实前生另有目的 那就是 收购新龙 这 什么 你要收购新龙 是的 徐老板 是这样 前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正是考虑新龙的现状与未来 三百年接的新龙 到今天确实已成了井底之王 而且 越来越目光短浅 没有远见着实 更谈不上什么活力拓展力 若打个星龙 就像一条大船 年身日久以千疮百孔 而自身又不知如何停下来修整 徐老板 星龙确实需要改变 要彻底的改变 要注入新鲜的血液了 否则这条大船 必定会沉没 葬身海底 前生出手救其一回 但不能救其百回 为了保住这块牌子 为了星龙还能叫星龙 为了这数百年的金子招牌 能够永远光明于天下 徐老板 只有土姑拿心了 土...土姑拿心 你... 你是要取代我徐九龄 正是徐老板 从投入方面来看 我高千生目前已投入 两百万现氧五百吨铜油 为了确保星龙的信誉 我还将继续投入 估计等百平试探 等星龙恢复元气 至少要投入千万以上 而事实上 我高千生现在在星龙的股份 已超过百分之六十 所以我才敢说 我高千生将要成为 星龙新一代的决策人 你... 姨父 我已经问过张师傅了 因为大量的资金不能回笼 再加上银票的挤兑 星龙的账面上 除了钱生的投入 已经出现了大笔的空缺 所以... 徐老板 我知道这个事实 您难以接受 可它毕竟是一个真实 而有可怕的事实 不要再说了 高千生 我不得不承认 您说的都有道理 都是事实 可是... 我要被人取代 我怎么说我也不能接受 可是... 不接受管不接受吧 我还是想明白了 不管谁能够取代我 不管谁能够取代我 只要能保住星龙这块牌子 让星龙轰轰火火地发展下去 让星龙永远是星龙 我... 我... 我许久令... 死也名目 徐老板 您能如此开明豁达 说明您还理解星龙的事业 说明您老... 从未残队过 星龙的列祖列宗 我高千生 依然敬重您 徐老板 您永远是我的前辈 我的恩师 你们也都知道 星龙我本来是准备交给冰儒的 可是冰儒不争气 他的心思不在这个上面 今天把这个担子交给你 我是放心的 我也相信你高千生 能够让星龙轰轰火火地发展下去 我老了 我真的老了 我真的老了 也该谢谢了 过几天 我就去香港 我到冰儒那里去 对了 我从文字索尔 都 那么乖 你能够先调 你在这里 以后你要多多地帮帮钱上 帮帮他 你搞得要多多地帮帮他 师父 师父 先生 这是老板让我教给你的 这是 这是兴隆的印件 先生 老板让我告诉你 自有兴隆就有了这枚印件 他浓缩着兴隆三百年的创业史 也凝聚着一代代兴隆人的血汗 师父 我知道 这是老板的用心两苦 师父 您请坐吧 师父 我跟你说 我 也要离开兴隆了 为什么师父 是不是前生这事 让您老受伤害了 不 你接受兴隆 为师 从感情上 确实有些难以接受 但是 我和老板一样 也不得不让自己 更理智地去接受这个现实 你 婴儿 为师想好了 呃 我 应该 告老还乡了 不 师父 师父 您听我说 前生不过处处茅庐 在很多事情上 还需要像您老这样的前辈 来指点迷津呢 前生 为师知道你是真心流啊 可你想过没有 即便留下来 为师恐怕 也很难跟上你的脚步 为师还不糊涂 我们这一代人的兴隆结束了 新兴隆是你的年轻人的 所以 你不要再留师父了 为师 在兴隆干了一辈子 我 也算是对得起兴隆了 师父 不要再说了 你要说什么 为师心里都明白 我 我看这样吧 前生 为师要走了 也没什么可给你的 哎 这是师父 随兴隆伤害臣服 几十年来记录下来的一本经营之乐 也算师父效力兴隆的一点体会 或许对你有用 或许没用 全当是为师 留给你的个纪念吧 师父 谢谢您 谁 相道之 是为人之 身道之 知为人之 是为人之 千生都会记下的 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 可这是自然规律呀 也许就是常说的 大浪逃杀 真没想到 我师父就是不肯留下来 这是他临走时送给我的 这里面 凝聚了他老人家 一生的经验也心血 张师傅真是个有心人哪 又那么任劳任怨的 据我所知 他在兴隆干了一辈子 从未出过差错 是啊 钱生 这不仅仅是 张师傅一个人的积累 更是上一代兴隆人的 希望和梦想啊 青莲 你看问题总是那么神那么远 这些人 总会给人带来很多启发 其实他们也是 青龙的宝贵财富 青龙的一砖一瓦 都凝聚了他们的智慧和汗水 所以我要把他老人家留下来 包括青龙的一些老员工呢 感情上是这样的 可是青龙要发展要有建树 我光靠感情是不行的呀 你需要学会 狠下心来 否则深陷其中丧失太多的理智 就会停止不前 可是青龙你知道 这现实实在是太残酷了 你知道我当时看到我师父的眼睛 我的心都在发缠 是啊 我姨父也是一样的 他虽然把青龙交给你了 可毕竟是他一生的心血 就像生命一样的 一下子割断了 有太多割舍不了的东西 这点我很能理解 青莲 我去看看徐老板 暂时不要去吧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 你现在去 很容易引起他的伤感的 那你说该怎么办 怎么办 没有什么怎么办的 儿女秦长不是青龙的作风 他们既然已经把青龙交给你了 就是说 他们希望看到你 干得比他们更好 青龙更有希望 更有活力 这样他们才能高兴 才能安心 千生 要勇敢 这也是我的希望 我的梦想 青莲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去做李约翰的工作 和他联合 对 为了青龙的未来 我们还继续建造一个更大的油库 为更大的市场做准备 另外我们的员工 必须得培训 提高他们的市场经营能力 总之 接下来的事情会是很多很多的 你好像 在给我做汇报呢 我可不敢当 不 青莲 不 青莲 我需要你 需要你的帮助 那好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我有个同学啊 是美福洋行的 他告诉我说 美福很快就要在渔州开业了 他还让我去美福呢 你答应他了 看把你急的 我能扔下新龙 我说你也不能吧 你不会答应他 我还没说完呢 大谷现在又多了一个对手 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我明白了 我见到李约翰 会用美福狠狠地敲他一下 你得做好敲不动的准备啊 李约翰可不是别人 顽固得很呢 青莲小姐 遵命 李老板 你还真行 老了 你可是真会选地方啊 游着泳再挂着毛毛细语 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啊 刚老板 来 我祝贺你啊 谢谢 这新龙的老板呀 就你当最合适 李老板 你真这么认为啊 说句实话吧 咱俩在商场上 逗了这么多年 在这渔州商界 除了你以外 我谁都不佩服 您过奖了 李老板也是毫不示弱 在渔州你们大谷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再加上你们的后谈 老板还是洋人 这话说得不错 不过你当了新东老板 从今往后这话我不说了 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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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板 我突发奇想 你觉得 咱俩家联手 你看怎么样 咱俩能拧到一块 你有你的优势 我有我的实力 咱俩强强联手 相互取偿不断 形成一种合力 那我们的生意还不是越做越大 越做越火 嗯 这话说得不错 可是 甭可视可视的了 哦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在渔州 你们大谷很快就要面临一个 强有力的对手 你说的是 美副洋行吧 美副洋行可是美国花旗银行 插进这里的一只铁手 我估计 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话不能这么说 我大谷在渔州 那是多年的根基了 他这美副跟我大谷比起来 三岁的孩子 李老板 我看你是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啊 别的都甭说 单凭资金这一块 人家的实力远远大于你们 还有一点 在渔州 大谷独霸一方的局面 恐怕是 为时不多了 这按你的话说 这美副要急垮我大谷 我大谷只有吃他的碗面饭了 也许这一句话还为时过早 但事实上真的 我觉得你们不是美副的对手 好 就按你说的 咱们俩联合 咱俩联合共同对付美副 是啊 你认为很可怕吗 我跟你说李老板 可能我这个人想的会 会更远一些 真的 我现在看的并不是眼下 这巴掌大的地方 我甚至想象咱俩联手 可以走出一周 迈向国际市场 什么 国 国际市场 你觉得不可能吗 单凭我兴隆的游 无论它的数量还是质量 我要再创一个很好的品牌 我就不信在国际市场上 不能跟那些洋人去争一争 高老板 高前生 你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我李某佩服 佩服 李老板 你今天是一直在夸奖我 多谢多谢 这个唇芒齿寒什么意思 你应该清楚是怎么回事吧 高老板 咱们可是冤家呀 李老板 冤冤相报何时了 其实你我都很清楚 这商场上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既然如此 插进来都没门 这棵大树谁焊得动 你这话说得上路 还有 你那个好朋友唐行元 庆锋的 你是把人家一直当的马前卒在那用啊 可是你要吃人家的肉 喝人家的血 这美伏来了 你就不怕他 一转脸投靠到美伏那边去了 他也不是什么唐僧肉 到时候你又拿他奈何 高老板 你这番话说得好啊 这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联合的事吗 女中我再想一想好吗 好 那今儿咱们就聊到这儿 咱们都好好琢磨琢磨 我请你吃饭吧 你吃肉 ave sample s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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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